论与别财力挽狂澜的子路 南怀锦讲述 子路 曾熙 然有 宫熙华世作 子曰 已无一日常乎耳 无无一也 居则曰 不无之也 如获之耳 则何以哉 世作 是过去的礼貌 学生晚辈在老师常辈面前 不敢随便就做 只有站在旁边 这是记载子路等四个高材生站在孔子身边 孔子就说 你们不要以为我比你们大击碎 就认为我了不起 我也和你们一样 无无一也 不要把我看得太了不起 孔子以这样诚恳的心情自我表白 是一个大宗师的气度 这就是所谓满灌水不祥了 他又说平常你们在背后说不无之也 认为我不了解你们 假使说了解你们 那你们又将怎样呢 你们把自己的心意 讲给我听听看 子路律耳而对曰 千成之国 设乎大国之间 加之以施吕 因之以积锦 有也未知 比及三年 可使有勇 且之方也 夫子审之 此路的个性 大家已经了解 这位吉姓子的老兄 听过以后 就冒冒实施地说话了 他说 假使有一个千成之国 这是当时诸侯中大型的国家了 而这个千成大国 是处在几个大国的中间 在强敌环四下 又经过了连年的战争 而且内部财政上也非常艰难困苦 不断地发生灾害饥荒 像这样一个国家 如果交到我子路的手上来 我只要花三年的时间去治理 就可以使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 每个人都能够站得起来 每个老百姓都知道如何去走自己该走的路 做自己该做的事 此路这个话讲得实在蛮够气魄的 不但有英雄气概 而且有大政治家的气魄 可是孔子听了以后审知 漏了牙齿 嘻嘻 微微一笑 笑中充分表露了否定的意味 讲到这里 想到一个笑话 那是三国演义中 这是小说不是历史 但是中国三四百年来的政治思想 可以说从来末有脱离过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笼罩 主酒论英雄的故事 曹操有一天和刘备两人喝酒聊天 那时刘备还在投靠曹操 等于是他的部下 曹操问刘备 天下哪一个算是真正的英雄 刘备荡然第一个捧曹操 曹操问他还有谁 刘备就说到袁绍 刘表等等一些当时有权有势的人 曹操都一一搏掉了 说这些人都不够资格做英雄 天下英雄唯有你我两个人而已 他说这句话的同时 天上忽然霹雳一声 响了个大雷 刘备不知道被曹操的话吓住 还是被天上的雷声一惊 手中拿住的筷子 都吓得掉到地上了 曹操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我自幼在保姆手中长大 被他们溺爱 所以胆子很小 刚才被雷声吓了一跳 曹操本来最怕刘备的 这模一来 觉得刘备不过如此而已 但紧跟住刘备就设法逃走了 中国人对这部小说都非常熟悉 不过要注意的 我们不能说小说不是思想 而且在民间发生的影响力很大 小说是代表知识分子的思想 三国演义是罗冠中写的 至少是罗冠中的思想 罗冠中也代表了知识分子 前几天有个学生看到一篇文章中引用的两句诗 来问我这两句诗的出处 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只好叫他自己去查 后来查到是曹操短歌行中的两句诗 曹操父子在文学方面 影响南北朝很大 他的英雄思想影响了几千年 这种思想方面的影响是 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 所以我常常告诉一些喜欢写文章的作家 要特别注意 万一所写的东西能够流传下去 将来就不知道要影响多少人 所以有人一辈子有很好很丰富的人生经验 还不敢轻易写出来 就是写下来了 也还不敢用上自己的真名字 雷里像现在 为了撰稿费 提笔就写了 现在回到本文 子路答的那段话 当然不是曹操论英雄的那个意思和态度 子路说的话很有英雄气概 巨大政治家的风范 但是孔子还是笑他 这并不是笑他的话不对 而是认为他还莫有这种能力 以及说会发生的事情 那是有点不公式的 然后大家试试 好好用这些人 再说我去大阳 那是什么 那是一样 那是有点不公式的 我会发生的 其实我会发生的 那么不公式的 那是有点不公式的 我会发生的 那是一样 我会发生的